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AutoLap 我是主持人杨阳 今天我们来到了疾呼的门店来看一辆全新的车型 这就是这款疾呼阿尔法SHI版 这款车的外观非常的漂亮 采用了一个哑光黑的配色 很多人就会好奇 那我坐上去之后 它的内部空间表现又会如何呢 下面我们就一镜到底带大家来看一看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体型 我的身高是1米6 体重是86斤 接下来我就坐到主驾驶给大家来看一下 虽然说作为人肉测量也可能我的这个体型 对于大家来讲参考性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大家也可以勉强的看一看 想象一下你们坐在车里面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坐在主驾驶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座椅都是电动调节的 我可以自动调节它的高低以及前后 那坐上来之后 座椅的舒适度非常不错啊 因为主驾驶嘛 我现在因为身高比较矮 可能我需要把座椅调的更加靠前一些 座椅采用了两种材质坐上来非常舒服 但是因为我比较瘦 所以说它的这个包裹性对于我来讲就不是特别强 但是对于平常正常体型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来讲 可能说会更加的舒适一点 因为它柔软度非常的好 而且呢 阿肯塔尔的材质在家很有打孔 夏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皮皮会非常的闷热 坐完主驾驶位置之后 我再带大家到副驾驶去看看 座椅都是一样的 但是主驾跟副驾我们坐上去之后体验的感受 以及我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因为主驾坐车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 但坐在副驾的时候我们又是非常暴松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就坐到副驾来看看 同样的一个座椅 但是坐在主驾我们可能会稍微比较靠前一点 坐在副驾我们就不需要把座椅调那么前面了 腿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那坐上来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座椅稍微的放倒一点点啊 然后靠起来 整个状态又会非常的舒适 再这样屏幕非常大 我们副驾也可以操作来看看电影啊 或者说听听歌整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看完主驾和副驾 因为两个座椅位置的不同 后排空间也会有所变化 我们到后排一起去看看吧 那后排我们就先从最右边开始看 因为我刚刚把副驾驶的座椅调的比较靠后 所以坐上来之后大家会发现 这个靠背呢 离后排是更加的近了一些 但是对于我们腿部空间的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我这个座椅基本上调到最后面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 偶部空间同样是两拳的距离 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讲 这个空间活动是非常够的 腿部空间 一 二 三 四 差不多四拳吧 座椅的舒适度其实都是跟前排差不多的 可能包裹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对于后排这个座位来讲我觉得还是很OK的 接下来我来坐一下整个车上最不舒服的一个位置 就是中间的位置 但是这辆车我们发现它的地台是全平的 不用跨着坐 也不用把脚放在上面 所以腿部空间还是可以的 非常舒服 可能坐上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靠背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硬 因为它后面是个扶手箱 所以说中间这个位置呢 可以坐人 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的坐人 让我觉得就还比较舒服的一点是 它后面至少还有个头枕的设计啊 还能够让我坐的稍微舒服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主驾驶后面这个位置 因为前排座椅被我调的很靠前 是我开车时的一个坐姿 所以说坐上来之后后面这个座位 腿部空间会更大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坐上来之后的状态 其实头部空间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两边的座椅的舒适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坐完后排之后呢 大家可能更好奇的就是我们的后备箱的储物能力了 因为作为一辆 平常我们可能作为家用车来使用 但是偶尔我们周末出行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更好奇 我们平常比如说今年特别火的露营 我要带那么多的设备 钓个鱼啊 带上帐篷啊什么的 那它的后备箱还够用吗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6倍的设计 所以我们打开的一瞬间还是让人觉得非常惊讶的 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560升的后备箱空间 如果说你带一些露营装备 或者两三个人周末的时候 出去在周边去玩一玩啊 两三天的行李基本上都是装得下的 而且深度是非常深的 只不过可能因为6倍的设计 大家会觉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浅 但是后排座椅它是可以完全放倒的 如果说你只是两个人出门的话 后排座椅完全放倒之后 你要带的东西不管有多少 我觉得两到三个人的行李肯定都是能带得了的 怎么样 听完我的介绍 你们想好周末的时候 开这辆车去哪玩了吗 点赞关注 来陪人去留下你们的看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